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拉马苏压力大 这部戏在热播随之而来就有很多关于这部戏的新闻 比如说这个车证事件算是一个 还有就是马苏的这个事 因为其实在前年的时候 马苏也来过我们节目做客 然后当时那个时候他感情状态还是挺不错的 我随着年龄的增长跟身边的朋友去交谈去了解 我发现不管男的也好女的也好 他最终都希望有一个安定安稳的家 可能会在成长过程当中犯一些小小的错误 这就是需要对方的一些包容和对方的帮助 当时那个时候他感情状态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他还在说这个孔灵会在集训 因为要2012年的那个奥运会 然后但紧接就是这部戏嘛 然后在这个宣传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那段视频就突然就说分手了 很多朋友特别惋惜 其实说实话 那个之前他跟我大概说过一点点 但是他也不会跟我说太多 因为他本身他就是一个 一直什么都自己扛着的一个人 他其实他很辛苦 我真的觉得他很辛苦 他每年接的戏的量都挺大的 几乎是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给自己调整的时间 真的他很辛苦 然后就是而且他是一个 一直以来都只把自己的快乐 阳光和阳刚的所谓的他喜欢说 他姑娘我就是条汉子 他才是真正有228剧那种的人 那真的是 所以其实他不太愿意去跟人家分享 不管是就是什么样的 一些自己的一些变化感情上的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是会很满心 毕竟这么多年 真心的付出真心的爱过 所以看到那个那段节目的视频的时候 才会让人特别心疼 就特别心痛 一个是心疼他 一个是心痛他们这段感情 也会有那样的感觉 所以就很多网友就在说 说这个演艺圈里面的两个人相处 或者说就同在这个文体的这样的 是不是真的因为职业的问题 就聚少离多 很难走在一起最后 他跟我曾经也表露过他这方面 很大很大的压力 他真的是不是像大家所看到的 那么那么的happy 他有他自己很多的心事 他怕伤害别人 同时他也承担着很多他自己的重负 在这一点上 其实我也开导过他 我说其实人还是要用爱心说诚实的话 我记得我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深深地点头 他说导演你说得对 用爱心说诚实话 他其实那天他难过 他哭的时候 我坐在边上 我一直用手 我真的是很想把他 用在我的怀里去安慰他 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 真的是 那个时候是很弱 很软弱 很需要爱的一个女孩子 所以呢 就是别人不要那样再去伤害他 他已经真的是承担了很多 包括他们曾经认真的那种相爱 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尊重 还是应该给他们祝福 感谢观看